自中国发行纸币以来,为了适应时代的变迁和发展,国家还会不定期的发行新版人民币,到目前为止,一共发行了五次人民币, 而第五次是在2015年刚刚发行,它的面值于第四次发行的纸币不有太大的级别,但是从细微之处来看,还是有不少不同的之处,人民币都是设计精美,作为一种货币流通,也能作为一种工艺品收藏,收藏的主力还是要看贯字号了,这张十元纸币,是一张三贯号,而后面的六位数字,居然组成了两个报字号, 这就是一种双报字号的人民币,这张二十元纸币,是经典的二贯八数字,而后面的五位数字全部相同,也就是五同号,在伟同号中,伟同号称是伟老虎号,是一般性收藏和顶级收藏的重要分界线,下面这张纸币就是99版本的纸币, 正面看没有什么区别,看背面,缺少汉语拼音就昂收藏界公认的错版币,99版本发行时间相对较短,而导致收藏价值也已经增值了,增值六倍,价值六百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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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